庞德自令名 梁州南安郡欢道县人 欢道在今天甘肃武山县和隆西县之间 庞德念过书 年轻时做郡历和周从事 就是郡历和周历的公务员 他的领导是梁州次市耿比 还有一个同事马腾 和他一样恐无有力 马腾咱们讲过 是历史和演义里反差比较大的人物 按历史来说 他是白手起家的乱世豪杰 扣略三府的老牌反贼 也是爱护百姓的厚道人 都扣略三府了 还爱护百姓 有时候抢 有时候发钱 马腾是汉福波将军马元之后 只可惜家道中落 年纪轻兴 以砍柴伐木为生 汉末时 梁州名士韩岁都加入了反贼的队伍 耿比为了平叛 在梁州征兵 马腾凭借过硬的军事能力 担任了军司马一职 这就不砍木头了 该砍人了 庞德则是担任周从事 周府里的从事有很多人 但地位最高的只有别家和志中两个人 以前的节目里说过很多次 当时的志中从事 成球很受耿比信任 但成球这人素质非常差 与同僚的关系也不好 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估计包括马腾和庞德也讨厌他 但没办法 领导喜欢他 中平四年 公元187年 耿比征掉六军军马后 觉得人数够了 可以开战了 就急不可耐啊 去讨伐盘踞在金城的寒碎 汉阳长使葛勋啊 劝他不要仓促出征啊 先练练兵 安抚百姓 他也听不进去 结果呀 耿比带着军队走到龙西敌道时 队伍就发生了内讧 龙西太守李相儒造反 杀了最招人讨厌的志中从事成球 然后乱军又杀了耿比 整个军队瞬间土崩瓦解 庞德和马腾呢 就是这个当口加入了叛军 这是跟寒碎同流合污了是吗 差不多吧 但人家马腾有能力啊 愣是把自己的队伍 带成了与寒碎平起平坐的规模 后来俩人还结拜为一兄弟了 庞德从此就跟了马腾 成了马家军中的一员猛将 除凭元年 公元190年 关东联军反董 身处梁州的马腾 是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 他就是想去 没有直升机 又怎么跨越董卓势力范围 空降到洛阳以东去惠盟呢 和后来的水破梁山一样啊 马腾这样的官军派造反 就是想着朝廷招安 招安能升官啊 恰好啊 当时东汉朝廷的掌权者 董卓也是梁州人 想让马腾寒碎 帮他一起去对付袁绍等山东诸侯 所以说还一拍即合 马腾不但不讨董 还支持董卓 公元192年 马腾赶到关中时啊 长安发生政变 董卓被刺杀 马腾就观望局势 等到李爵掌控 长安朝廷后 李爵也把马腾 当成盟友 马腾到长安 接受了李爵任命 成了大汉正熙将军 又成了官军 庞德也自然跟着马腾 便回公务员了 后来关中啊 也出现过一些 枪人和敌人叛乱 庞德去评判 屡立战功 升为校尉 等到曹操在许昌掌权之后啊 派中瑶安抚关中 在关渡之战时 马腾这些关中诸侯 也在观望局势 并未真正在袁绍和曹操之间站队 直到公元202年 袁绍病死后 马腾听从曹军张继劝说 正式导向曹操 当时袁绍之子袁尚继位 任命郭元为河东太守 告干为兵州刺史 并联合匈奴人 一起去打河东啊 当时河东太守是王毅 向朝廷求援 曹操率军北上讨伐袁尚 而河东战场则交给了中瑶 马腾派儿子马超 带着庞德出镇帮中瑶 在平阳县 马超对郭元军半渡而鸡 大获全胜 庞德担任先锋 奋勇突击 斩了无数人头 仗打完了 大家都说呀 敌将郭元在战场上被斩了 却没人找到尸首 正在大家对郭元的事 疑惑的时候 庞德呢 才从弓箭中取出一颗人头 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 哦是啊 我不知道他是郭元 看着是个大将 我就收起来了 这奇怪的收集爱好啊 哎 这就是准备拿首集领赏 但是郭元是中瑶的外甥 当时中瑶也在场 一看到外甥的首集 就哭了出来 庞德赶紧道歉 哎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这是您外甥啊 中瑶也连连摆手 说他虽是我的外甥 但也是国贼 你何须道歉啊 庞德因此被任命为中郎将 奉都庭侯 庞德随马腾出征 讨伐张白济 在东西小山之间大破敌军 每次出战 庞德总是现阵确敌 永贯腾军啊 这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勇武评价 因为马腾麾下 都市善于骑射的关西猛将 后市复旋 成于马腹里 有庞德慧眼石马的故事 不过呀 编造的可能性很大 马腾呢 虽然做过反贼 但是为人厚道 受人尊敬 尤其对老百姓好 典略里说 他防备北方的胡人 抵御东边的张白济 又带读书人 选拔人才 怜悯救护百姓 受到三福百姓爱戴 这是梁州军阀里 道德水平为二高的 另一个姓段 说出来没人认识 但瑞哥以后会讲他 后来啊 马腾被中瑶张继等人忽悠 入朝担任魏魏 马腾带着全家老小入京 位列九卿 光宗耀祖啊 我打了一辈子仗了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当然啊 马腾也不甘心放弃兵权 马腾把军队都留下来 归儿子马超指挥 庞德等旧部也留在关中 儿啊 你在外带兵 为父在朝中 底气也足啊 这就坏的菜了 他没反过来想 一旦儿子与曹操开战 您全家不就是人质吗 果然 公元211年 曹操讨伐张鲁 向马超借道 逼反了马超 韩岁等十部军阀 最终啊 曹操在魏南 大败马超 庞德随马超逃入汉阳郡 攻克继承 马超自封梁州墓 继续返曹 就在马超围攻继承的时间里 曹操也终于下决心 斩杀马腾全家三百余口 公元214年 马超又被夏侯院赶出汉阳 庞德又随马超逃入汉中 投奔张鲁 马超受到张鲁手下诋毁啊 又被刘备麾下李徽劝说 仓皇间投奔刘备 连多数部曲和老婆孩子都没带走 可能是想在刘备那立足之后 再向张鲁要人 没想到曹操来得太快 说曹操 曹操到了 公元215年 曹操平定汉中 庞德随张鲁投降 曹操一向知道庞德骁勇 任命他为利益将军 封为关门庭侯 封义三百户 公元218年 南洋地区摇曳繁重 官吏百姓在首将侯音未开的带领下起义 占据晚城 也读冤城 联合关羽 庞德跟随曹人攻克晚城 斩了侯音未开 屠城 屠城跟克城不一样啊 屠城就是克城之后杀戮较多的意思 这种屠城呢 是王师平叛之后的必然举措 宣扬朝廷威仪不可侵犯 谋反必死 当然这是历史中最残忍的一页 然后庞德跟随曹人 南下驻扎在凡城 抵御关羽 凡城一带的将鸟们 因为庞德的哥哥庞柔 在刘备手下 对他产生怀疑 庞德常常说 我受国家厚恩 自当以死报效 我要亲自击杀关羽 我今年不杀关羽 关羽就杀了我 一语成谶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庞德恨关羽啊 本无仇恨 庞德可能是受不了庞人的猜忌 还有一种可能啊 关羽镇展炎梁 庞德镇展郭元 都是当时战场上的传奇故事啊 庞德对上关羽 他有种迫切证明自己 强于关羽的动机 在一次交战中 庞德亲自上阵 一箭射中关羽前额 我好厉害 是庞德确实 不是我说关羽厉害 射前额都不死 关羽投铁呀 一语双关啊 从这看关羽打仗 肯定戴着头盔 不可能只戴一个蓝绿色的斧头 这件事呢 让庞德出名了 庞德长骑白马 关羽的士兵称他为白马将军 都很怕他 左将军于晋 率七军前来救援 曹人让庞德前去配合 在樊城北边十里的地方 驻扎 地势低瓦 碰上连下十几天大雨 汗水泛滥 樊城平地水深五六丈 庞德只好和重将上滴避水 关羽乘大船进攻 曹营中最好义中 颇有威望的于晋被吓破胆 屈膝投降 不是我不明白啊 大雨下了十余天 于晋庞德没想着搬家 也没想着准备战船 就想不到关羽会趁机进攻吗 疏忽了 关羽发动湘凡之战 就是想借着训期用水军 大家其实都知道 湘凡地区这个时间会下暴雨 以为打把伞就行了呢 大家都知道 却都没做准备 谁能想到雨这么大呢 你说 只能说呀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有人说 关羽靠大雨 白捡湘凡战功 周瑜靠东风和异兵 白捡赤壁战功 陆迅靠天气热 而白捡仪陵战功 这战功就这么好捡吗 很多卫军将士不想死 就纷纷投降 唯有庞德坚守河堤 面对关羽的水军四面包围之后 仍然坚持战斗 关羽就让水军向河堤上射箭 庞德也披甲持弓 与关羽军对射 箭无虚发 但是就他一个人这么勇猛也没用 部下跟着他等于是在送死 将军董恒 部下将领董超等人熬不住了 就劝庞德放弃抵抗 庞德不肯将他们斩杀 将军跟你多年给他胡了 从清晨一直激战到午后 不吃饭对身体不好 关羽攻击更急啊 庞德的剑几乎用完了 就断兵肉搏 庞德对将领成和说 我听说 梁将决不害怕死亡而苟且 智势绝不毁掉节操而透生 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 原文是 吴文 梁将不切死以苟免 壮士不毁劫以求胜 今日 我死日已 怒气直拉满 越战越气壮 但将士们实在扛不住了 纷纷投降 庞德知道战局无法挽回 就同部下一名将领 两名侍从 戴上最后的弓箭 上了一艘小船准备撤回曹仁营中 但水太大 船返 弓箭也落水了 庞德一人抱着船浮在水中 被关羽擒货 庞德战力不贵 关羽对他说 您哥哥就在汉中 我想用您为将军 何不早投降呢 庞德骂关羽说 数字 说什么投降 魏王率领假兵百万 魏战天下 你们的刘备不过是庸才 怎么是魏王的对手呢 我宁肯做国家的鬼 也不当贼国的将 我宁为国家鬼 不为贼将也 庞德被关羽除斩 曹操听说后流泪 深深叹息 想不到 于静反倒不如庞德忠诚 曹操下令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猎猴 曹皮继位王位 派使者到庞德目前赠送嗜好 又赐给他儿子庞惠等四人 官内猴的爵位 封义各一百户 庞惠勇猛刚烈 由他父亲的风范 官做到了中尉将军 封为猎猴 蜀记记载 四十多年后 邓爱灭汉 庞惠杀光了官羽后代 不过蜀记的倾向性太强 真实性不高 经常遭到后人质疑 今天有些人质疑庞德的忠诚 您为曹操而死 可曾想过曹操正是杀您老领导马腾 全家三百余口的凶手 窗户纸捅破了说 不就是因为曹操能安排您子孙封猴吗 瑞哥觉得 君子论计不论心 毫无疑问 庞德言语忠诚 行为忠诚 那他就是忠臣 当然要说 他为子孙前途着想 也很有可能 但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必苛责 做父母的在外打拼 不都是为了子女活得好一点吗 至于是否对得起马腾 我想 庞德每战舍生忘死 冲锋在前 早已报答马腾马超的恩情了 我自己这条命可以豁出去 我那么多儿子的前途不能再搭上吧 我也想子孙后代留个好名 在魏国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呀 马腾马超自己战略失误玩砸了 就别怪庞德了吧 总之 庞德是忠臣义士 当然这只是锐哥自己的观点 这事儿大家怎么看都对 不双标就行